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胡人五年1.9亿续约,戴维斯快船和巴图姆,完成签约安东尼,戴维斯,终于续约了。 他在自由市场开启时,选择了跳出他下赛季,2780万的球员选项,成为完全自由球员。 但随后爆出,这不是为了离开胡人,只是在选择以何种方式,续约胡人更好。 安东尼·戴维斯,可以签1加1,2正1,3加1,4加1。 最终他选择了4加1,此前爆出,为了追逐字母哥,可能会签1加1。 但看起来,那只是谣言。AT签2加1的,合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 因为2022年,打完他,就在联盟打了10年工资帽,上幅可以达到35%,他可以跳出合同跟胡人续约5年2.3亿。 但李奇·保罗,觉得4年后,跳出合同31岁的AT签1就可以签下一,分5年的顶薪合同所以为了收益,最大化选择了签下5年1.9亿。 在续约了安东尼·戴维斯后,胡人正式名单,13人也就此确定。 詹姆斯、库兹马、塔伦塔克、施罗德、哈雷尔、卡、卢索、小加索尔、马基夫·莫里斯、麦金尼、马修斯、波普、安东尼·戴维斯、达德利。 还有两份底星合同没有送出,目前佩琳卡没有亲口承诺会追逐谁。 不过他表示过会,再签下一个中锋,来减压安东尼·戴维斯,不想让AT在常规赛打太长时间的5号位。 这13人名单出炉后,10人主力轮换阵容也出炉。 我们细分一下,感觉已经没有任何的软肋可言了,控球后卫。 丹尼斯·施罗德、亚利·克斯·卡鲁索、得分后卫。 维斯利·马修斯、波普小前锋、勒布朗尔·姆斯·凯尔·库兹马大前锋。 安东尼·戴维斯·马基夫·莫里斯中锋。 蒙特兹·哈雷尔·马克·加索尔胡人,这位免轮换阵容,出炉后球迷们,都觉得十分强大。 上赛季最佳第6人,前二都在阵容中,上赛季的两个前五超距,也在阵容中。 胡人未免的概率,感觉很大,可作为胡人最大敌人的快船,却没有那么幸运了。 12月2日,快船续约了雷吉至杰克逊,签下了前锋尼古拉斯·巴图姆,裁掉了中锋诺阿。 在这2000亿裁后,快船大名单上,有17人,正式名单为14人。 他们阵容能派出的处理阵容,为,11人轮换,空位,贝弗利,陆威,雷吉得分后卫,乔治,肯纳德小前锋,小卡,巴,图姆大前锋,马库斯,帕特森中锋,祖巴茨,伊巴卡同上面的阵容来看快船的一号位。 没有任何的补强,还是最大的软肋。 上赛季就是这三人,联手结果快船的串联进攻,稀烂无比。 除了一号位置软肋,外快船更衣式的裂痕,也是一个最大的弊病。 快船有多人不满,乔治与小卡的待遇,他们相信,在泰伦卢上台后,可以改变这一现状。 但这不是说能改变,就能改变的,而且莱昂纳德的附和管理,让球队军心涣散。 未开战更衣式,已经四分五裂,试问快船,怎么跟胡人打? 为何马修斯加盟胡人?因为达德,利用胡人更衣式的气氛,来吸引他。 胡人的更衣式,融洽有败,这是快船无法比的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